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3,052公里 而户至马德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 穿越8个国家 60多位中外司机接力驾驶 最快17天就可以到步 它是中欧班列最具代表性的路线之一 由浙江移乌出发 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终点西班牙 但在中国境内就行驶4500公里 一带一路称为现代丝绸之路 看看今天这条铁路如何发挥扭大的作用 移乌称得上是中国制造的窗口 小小的城市里面混习全国各地的产品 有7万多家商铺 据统计西方市场9成的圣诞商品 全世界3成的物、8成的拉链、9成的打火机来自移乌 至于马德里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日用品批发市场 成为移乌商品在欧洲的集散地 同时间,移乌商贸城有来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 包括西班牙的红酒、橄榄油、果汁等等 长长的铁路就好像一条输送带 混在货物两边往来 围捕了海运时间长、空运成本贵的缺点 万多公里长的路程由移乌出发 途经陕西西安 新疆乌鲁木齐 经阿拉山口离开国境 进入中亚 再驶往欧洲 问题来了 不同地方的路轨是怎样交接的呢? 原来车从中国驶到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 就要进行第一次换装 因为中国的飙轨铁路 闊一千四百三十五毫米 而哈萨克斯坦铁路网 建成于前苏联时期 是宽轨铁路 闊一千五百二十毫米 所以要将货柜吊装到宽轨铁路的火车上 这条线需要换轨三次 是所有中欧班列当中最多 自从2011年 重庆至德国到伊斯堡铁路线通车以来 中欧班列遍地开花 已经有七十几条运行路线 通达欧洲二十几个国家 一百七十几个城市 运输货品超过五万种 累计开行突破四万列 合计货值二千亿美元以上 有研究指 中欧班列开通十年 为完善城市带来繁荣的物流业 带动了汉堡 布达佩斯 马德里 华沙等截点城市多个行业发展 金融、公共服务等行业就业率 平均增长4.8% 在欧洲有些落后的边境小城 例如波兰、马拉社、维奇 都因为铁路的开通而发展起来 成为欧盟重要物流转运集散地 中欧班列被称为钢铁驼队 它不单只是简单的货运途径 亦是保证中欧经贸交流 供应链稳定的战略通道 为国内外大量城市 都连接上一个巨大的物流经贸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